还有如果你用手机来传MMS的简讯 告诉你哦 就算传失败了也要收费的 现在就有民众投诉书啊 他过年的时候呢 就用这个MMS呢 传这个图片简讯 来向60位朋友拜年 不过每次啊 传到一半都说呢 这个传书失败 他没办法 只要再重传一次 没想到一连重传了六次哦 60个朋友算一算下来呢 简讯费用竟然高达了1万多块钱耶 也让这个民众当场傻眼 手机里面还有MMS的简讯吗 还蛮多的耶 可是我都没有去回它了 还蛮多朋友传给我 可是对我都不会 一提到手机简讯 小若又生气又无奈 听到简讯声音 更是心中挥不去的阴霾 秀出厚厚一叠账单 答案就在这 有些朋友旧款手机 是不能收那种 就是高画质MMS的图档 然后导致就是 我iPhone手机啊 在传输的过程当中 跑到大概8%的时候 然后就跳出说 简讯会发送成功 我会继续点 那一共点了六次 只要点发送都算费用这样 没成功也算钱 对也算钱 271封吧 过年时候 传图片简讯MMS 给60位朋友说新年快乐 每封正常费用大约60元 但传到一半 显示没成功 小若总共重传了六遍 系统都回报未传承 最后收到一张 11784元的账单 事后向电信公司理论 对方先是推托 说干脆八折优惠 又改口 账单可以打五折 但到了最后 又强制扣账 全额是11000多元 一毛都不能少 远差公司居然跟我讲说 他不知道金额这么大 所以他们不愿去cover掉 不愿去概括承受 是跟远差公司讲说 如果你们用这种态度的话 那这样我们一定会 找消费官出来 消费者气到只好求助议员 电信公司的态度 才稍稍转还 只是图片简讯 传失败照样收钱 系统不改善 消费者难道只能自认倒霉吗 正台北众号报道